像Cover-G 這個就是X的所謂Range 當然還有可以再選擇 看看M1、M2學了什麼 有條色可以這樣使用 2sifeta cosifeta 2sifeta 等於 side 2sifeta 不知見過沒有 沒見過你只會有讀M1、M2的話 這個就代表side2sifeta 就可以再簡化 就是u²side2sifeta overg 很多書都寫這條色 即是這條色 但其實沒什麼用 因為呢 它的適用範圍其實是很窄的 什麼叫適用範圍很窄呢 因為很多人會以為 我計算水平的距離都可以用這條色 其實就不是的 這條色是建基於什麼呢 就是你起點和中點同一個水平高度 所以這條色的限制很大 回頭說一下 一定要計算水平 即是起點和中點同一個高度的水平距離 譬如像後面這些就不可以了 譬如說我想計算這裡 起點和中點在 我想計算一下 就算不到 當然後期有很多不同的題目 有時候是起點高一點 有時候是中點高一點 中點高一點 比如哪些呢 好像這些 你有個球 通常後期有些題目 就是 樹上有隻鳥 樹上有個蘋果 樹上有隻猴子 我用一個壓叉射它 我用一支槍射它 打獵 起點就比中點低 其實就不太常用得到 這條色反應 所以就自己取捨 如果你說我多背一條色也沒關係 那就背上去吧 不然我也不建議你記這麼多東西 好 可以的 那我們再做第二題 就是下一題 這個呢 其實就是講那個XY之間的 那個 那個獨立性 X和Y沒有關係 那 其實所有 就是 那個物件 或者那個球 去到任何位置的時候 它的速度都可以拆 那 你會看到呢 其實就是 它那個圖的 顯示 示範 或者顯示 就是 想 給大家看一件事 X的速度 永遠都是這麼多 你會看到戰爪的長度是固定的 長度是固定的 但是 Y的戰爪的長度就不是了 有時長 有時短 長的時候代表速度高 短的時候代表速度低 剛剛去到HIGHEST POINT 你會看到 垂直的戰爪沒有了 就是剛才說 MOMENTARY F S的個案子 在Y的方向 所以 再下來的時候 那個FELOCITY of Y 就是Y的方向的速度 就向下 然後去到Y的方向的速度 再大一點 還有你會看到 這個戰爪的長度 跟最初的戰爪長度一樣 不過一個向上 一個向下 所以 為什麼剛才說 你想Y的時候 就不要理X 想X的時候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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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垂直的時候 就V4 上的時候 這個MOMENT 速度最大 上到高一點的時候 速度低一點 去到這裡 速度是0 MOMENTARY F S 下回 速度 越來越大 就是這樣 那這題呢 那這題呢 嘗 嘗 嘗 都是那句 你分成XY 這樣就算Range 那這題呢 給大家一個提示 就是 題目叫我們計算兩樣東西 它說 Where does the ball land 就是其實在問Range 那你量A part 第二就是 What is the velocity Velocity when it hits on the ground 那什麼叫做Velocity when it hits on the ground 呢 就是打到地下的時候的速度 那當然啦 就是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就當然不是0 是撞到地下的速度 不是撞到地下之後的速度 OK 這是第一 第二 速度是什麼 速度除了Aman 還有Daction 但是要留意喔 因為我們之前 就是之前 就是之前或者剛才 計算速度的時候 全部是分XY來計的 那這裡計算的 Velocity是計X和計Y 原來呢 沒有特別說的話 就是Velocity 就代表X加Y 那什麼叫X加Y呢 看這裡的圖就很清楚了 你會見 X的速度加Y的速度 就是斜斜的這個 或者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X的速度加Y的速度 就是斜斜的這個 或者在這裡 X的速度加Y的速度 加起來就是斜斜的向上 就是叫你計算兩個方向的速度 然後再排斥回它 就叫做計Felocity 除非你提到那個 叫你荷環相當Felocity 或是Felocity 如果不是說Felocity 就是暗示X加Y的 那所以呢 就算在這個位置 X的速度和Y的速度 那當然X的速度不用計 剛才提到的 已經斜斜了 沒有加速 所以你只是計算Y的速度 其實我直接可以寫數值 如果X的速度就是50 cos 37度 多於m per second 那現在你要計算 就是計算 Vertical的那個 是多少 要我的估計叫它Vy 那就是你把兩個方向加起來 還有一件事 如果這個題目叫你計Direction 其實你要計算 和方向的 那要計算方向 那要計算哪裏呢 和水平的格格 那我再畫出來 就是 紅色筆 那個就是它的方向 不是 那個 Felocity 那個 方向 和長度 那我們計算和水平的格格 Felocity 計算一下 Felocity 現在我們有兩個要做 計算Vy 跟著它 和50cos 37度 那個速度 第二呢 就是計算Felocity 3cos Tension OK 那當然也是那句 先計算 Range 那另外 計算Range之前 其實你要計算時間 對 那試試用它 提目結分的數字 計算一下 可以嗎 就是那句 你想Y的時候 不要想X 不要再說 再說一次 如果我計算X的起點 中央在這裡 我只會這樣打橫 就是這樣打橫 這樣打橫 如果我計算Y的時候 就在這裡 上完再下 可以嗎 上完再下 V4 那先試一試 然後再對